手持钢枪,全副武装,身手敏捷,但无需发,这是电视剧《绝命押运》中武警押运兵的义务形象。 然而,押运兵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?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,因为他们充满了神秘色彩。 武警押运兵在站岗局前,武警押运兵的上尉在列车上,他们住的是铁皮房,吃的是硬干凉。 夏天热得心发慌,冬天冻得透心凉,无水无电,寂寞陪伴。 以苦为了,无悔无怨,答复押运重任,绝对不能出一丝差错。 这是每个押运兵的坚定信念,可以这么说,吃不了苦,没有高度责任心的人,是根本干不了这一行的。 突然武警押运官兵在货车内搭建卧铺,执行任务途中,他们要在这里吃喝,睡觉,执勤。 在列车出发前,官兵们会预先购置好饮用水和食品。 由于条件有限,不及困难,每日生活用水官兵们都是定量提供。 至于食品也多一干粮,方便面为主,艰苦程度可想而知。 每次执行任务,工作人员都会认真检查,做好出发前准备。 押运是一项极为艰苦的任务,路途遥远,时间蛮长,途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。 押运官兵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 全天24小时都会安排队员和枪实弹,轮流指手。 夜晚,押运战士躺在户屋上就勤,伴随他们的是漫漫长夜和列车的咣当声。 而在辛苦一夜后,押运战士只有到了临时停靠点,才能抓紧时间进行洗漱。 把物资押运到指定地点,并将结完毕,战士们的任务才算完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